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知识点的最后一个大问题 也就是第四个问题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产能计划 在给大家讲解产能计划的有关具体中之前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与产能计划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既然是产能计划 只是就是关于产能的计划 我们首先就了解一下什么是产能 看一下教材给出的产能的定义 那么所谓的产能 是指企业在指定时间内能够完成的最大工作量 这个产能它的定义 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 其实指的就是企业在给定的时间段内 它的生产线 它的生产设备 在理论上讲 能够生产出来的最大的产品单位数量 为这为产能 我们接下来再看产能计划 产能计划是指确定企业所需的生产能力 以满足其产品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过程 为之为产能计划 所谓的产能计划一言以蔽之 就是指企业要根据实际的变化的需求水平 来安排相应的产能 为之为什么产能计划 其实指的就是产能水平要与实际的需求水平相匹配 并且随着实际需求水平的变化 产能水平也要相应的进行调整 从而要确保产能水平与实际需求水平的始终相匹配 相吻合相一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教材的表述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就是企业产能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差异 会导致效率低下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这个支点上来的第一个大问题 生产运营战略四要素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要素就是需求变动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需求它的波动很剧烈 我们前面介绍过就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单位产品的成本就高 如果说这个需求的变动可预测 比较什么平缓 产生的额外成本就少 它的单位产品成本就低 所以说正因为企业产能与客户需求之间的这种差异 会导致效率低下 会导致成本推升 所以说企业才要需要制定产能计划 使这个产能水平与实际的需求水平呢 能够基本的相匹配 相一致相吻合 这样就能够避免导致效率低下 这样就能够避免推升成本 所以教材说产能计划的目标 就是使这种差异什么最小化 这种差异最小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可以避免导致效率低下 避免推升成本水平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产能计划这些基本概念 其实呢 把我们要讲产能计划这一部分知识内容的背景 缘起 都给大家进行了相对的介绍 通过这个概念的讲解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解这一部分知识内容的比较硬核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讲解的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第一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称之为领先策略 也称之为进攻性策略 什么是领先策略 什么是进攻性策略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代表 就是产能大于需求 我们如何来理解把握这个浓缩后的 提炼后的归纳后的这样一个简短的公式 产能大于需求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三点 第一点 所谓的领先策略 所谓的进攻性策略 指的是根据需求增长这个预期 来增加产能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这是个时间轴 这代表的是现在now 这是什么 未来future 领先策略 这种产能计划类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 这个demand level需求水平在这 但是我预计 我预判在未来的这个需求水平 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怎么样 就增加产能多生产 就是现在 增加产能多生产 比如说我预计未来需求会 激增会暴涨 我现在增加产能的 多生产产品 存着背着 等到将来我预判的那个时点 那个时段 需求突然间激增 我有大把的存货来满足 可以抢夺市场先机 为什么 叫抢夺市场先机呢 因为未来某时段 市场的需求激增 我的竞争对手 没备那么多这个存货 都卖脱销了 仓库干干净净的 而我有大把的存货 以市场激增需求多少 我就满足多少 我赚一个喷银薄板 这叫做领先策略 进攻性策略 你比如说每年的圣诞节 那就是洋人的春节 得买一些个人家 过圣诞节的 就像咱们过春节时 买一些个节日的一些用品 装饰品 什么圣诞书啊 什么圣诞书上挂着礼物啊 配套的一些个圣诞老人啊 这个鹿啊 什么这些个玩具等等 每年圣诞节前后啊 特别圣诞节 期间我之前啊 前一个月准备洋人过春节了啊 这些对于圣诞节的 礼品礼物装饰品需求激增 那咱们中国的义乌 打六七月份 天上热的时候就开始生产 因为他预判到 圣诞节对于需求激增 他把这些圣诞节的 这些礼物礼品的玩具 都涉上出来六七月份就开始忙活 到十月十月份 发货给什么 博尔玛 然后到圣诞节前 需求激增一半 这叫领先策略 进攻性策略 目标就是将客户 从竞争者手中吸引过 这给大家解释过 不多说了 但是呢 也有弊端 有风险 万一看打眼 看走眼 我预判啊 在未来 这需求会激增 可到未来那时候需求会激增 这需求还跟现在一样 甚至还走 走低 疲软了 比现在需求还低 那你提前生产的 大把的产品就砸在手里 通常会产生过量产能 这是领先策略 进攻性策略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第二种产能计划类型 我们啊 介绍领先策略的 这个队偶概念 就是滞后策略 也称之为呢 保守性策略 那什么是滞后策略 保守性策略呢 就是产能呢 小于需求 怎么叫做产能小于需求 它是个动态过程 就是需求增加 倒逼产能增长 就是说这个需求 刚增加的时候 原先啊 八小时上班 这生产线呢 生产的使用率才80% 刚增加产能时候 那我把这个生产线 不使用率80%吗 给它跑满 百分之百生产 百分之百生产 满足这个增加需求了 然后需求还增加 那怎么办呢 我两班倒 来满足 需求还增加 我三班倒 歇率不歇目 这个机器设备 24小时转着 让三班倒换员工 需求还涨 还满足不了 那怎么办 我构置新的流水线 循远设备 满足什么 新增需求 这叫做需求增加 倒逼产能增长 它是个动态过程 就是说 有增加 我救火 再增加 还救火 再增加 实在救火不了了 我呢 再增加产能 这种做法的好处 总是呢 让市场的需求压着你打 就是总是市场需求在先 我呢 产能生产供给在后 这样你就降低了产能过剩 手里大把又积压存活的风险 但是你总是让市场的需求压着你打 有需求 我在想 在这个实质 就是lead time 实质 就是时间的之后 实质 时间的之后 这个功能当中 有需求了 我再去调整产能 再去满足 这一块有lead time 实质 时间之后 就有可能是吧 流失客户 因为竞争对手能提供 竞争对手 客户就到竞争对手那 去买产品了 就跟我这个筑块战略 因为呢 这个 有时工作的时间冲突 陆克曼 那就有的 学员就听其他老师的课程 当然这我跟其他老师 不是竞争对手 就举个例子 道理是一样 可能导致潜在客户阻失 这是滞后策略 保守一策 然后第三种产能计划类型 就是匹配策略 也称之为稳献性策略 就是呢 相对来说 比较新的理想状态 就产能跟需求匹配 就是少量增加产能 来应付市场需求变化 其实就是说 是吧 市场的需求 有这样的什么 一个相应的波动 这个需求的变化 需求的波动 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什么来波动 小幅波动 然后证明小幅波动 可以说呢 我的产能呢 也相应的 是吧 来少幅波动 比如说市场的需求增加了 一些 我的产能什么 也就相的增加一些 市场的需求下行了一些 我也的产能跟着什么 相的下平一些 就是所谓的同频共振 这叫做匹配策略 和稳健性策略 这就是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按照我所讲的理解 在离业基础上 把这张表格的用记下来 产能计划 那介绍完了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之后 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呢 介绍讲解三种平衡产能 与虚数的方法 刚才啊 介绍了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所谓的产能计划 按照刚才的定义 就是得使你的 这个产能的水平 与实际的需求水平 按照某种逻辑关系 进行所谓的匹配 所谓的吻合 这是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讲完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之后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 三种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那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与三种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这两个知识内容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是产能计划的具体的落实措施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看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它称之为什么 领先策略 滞后策略 匹配策略 这个策略 在英文当中对应的英文单词 大多数对应的是吧 也是什么 只不过翻译成策略呢 好像比战略的层次低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 在直动战略向下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它是其实指的是策略 策略应该说比较什么 宏观 比较总体 你把这个策略具体落地的那个举措 就是三种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就是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像流水账似的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内容 一个知识内容 顺着给大家讲 所讲的这些知识内容 它们之间的内容的逻辑关系 一定给大家数以清除 让大家学起来也明白 理解起来 进行 所以说平衡产能与虚数方法 是产能计划的具体的落实措施 具体的落地的举措 相应的 有三种平衡产能与虚数的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 叫做资源订单式生产 这种方法 我们把它称之为不见兔子不撒鹰 为什么把它称之为不见兔子不撒鹰呢 所谓资源订单式生产 这种平衡产能与虚数方法 它是怎么平衡的呢 首先是接着订单 有了需求了 我按照这需求再去采购原材料 然后再去生产 它不会跑空 不见兔子不撒鹰 我见到兔子撒鹰 它不会跑空 这就是资源订单式生产 教材给出的例子 你比如建筑企业收到了桥林订单 才会采购钢筋水泥 才会租用一些个机械设备 然后去开始建筑 去开始施工 这叫做资源订单式生产 这里有一个窍门 资源订单式生产 头一个环节是接订单 现在有的需求 现在有活 我在购买原材料 我再去生产 这个订单 在第一个环节 订单 虽然在实际流程当中 在第一个环节 但是在这个方法的名称当中 它是排在第二 就是资源订单式生产 因为对于这块知识内容 从实际考察情况看 从这块知识内容属性来看 主要是以客观听考察 既然是以客观听考察 你能够根据名字 资源订单式生产 来确定它的流程 就是订单在名称当中 位于第二 它在实际环节 第一就接订单 购材料去生产 既然是客观听考察 你就能够根据题目描述的 这个流程 它是接订单了 它购材料了 它去生产 你看ABCD四个选项当中 所描述的 这三种平衡产能 与需求的方法当中的名称 如果说题杆描述的是 接订单购材料去生产 那么ABCD所选项的这个名称 那就是资源订单式生产 因为题杆描述的实际环节 接订单在第一个环节 那么在名称当中 这个订单 就内嵌在位于第二的位置 这是从应对客观听的考察出发 来告诉大家一个 辩析和记忆的窍门 这是资源订单式生产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订单生产时生产 那什么是订单生产时生产的 首先是先购买原材料 然后我再去接订单 然后再去生产 那教材呢 给举个例子 就是餐馆呢 雇佣呢 兼职员工 举办大型活动 随教队道 全职员工的加班或三班饶 这教材举这个例子呢 也算合适 但是呢 它不特别典型 我给大家举个典型例子 就是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这个造船业就能做的 现实当中的这个造船业怎么做呢 现实当中的造船业 用客户给出的是什么 预付款 advance payment 现实当中的造船企业 用购买不同船只的这些客户 所提交的这些个什么 预付款 advance payment 先去购买什么造船用的 这些钢材 这些钢板 他先是吧 背着 就是拿客户当中的后面 在订单拍在后面的 这些个购买客户交的预付款 包括先前挣的这些钱 反正拿出来一部分 我就买钢板 这钢板是背着 钢材背着 然后呢 接到新的订单了 我就拿着已经 购买的钢材和钢板 按照新订单什么 来去造船 是吧 来去生产 来去施工 拿钢板 这叫做订单生产 这是现实当中造船行业 行业当中惯例 所以说呢 有的造船企业 因为这样一个行业惯例 他有的时候 不需要从造船身上 单纯从这个钢板身上 就能够获得很大丰富的利润 你比如说啊 造船也都有这个惯例 我先大量的囤积购买 钢材钢板 正好这个造船企业 在购买这钢材钢板的时候 是这个钢材钢板的市场价格的 是吗 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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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最低点之后 比如说由于某些供需的原因 上游的原因 这个钢材钢板的价格一路上行 那么此时 这个造船厂 造船行业 这个造船厂 它是在什么 钢材钢板低价位的时候 购买的原材料 等它在接新订单 人家在让你造船的时候 接新订单 它给人家的这个报价 可是按照随便救市 当时客户下订单 要求让你造船时的 那个钢材的那个市场价格高点 是吧 来核算成本 是吧 来给人家进行造船的报价 所以说 对于造船起来说 假说 我当初是吧 是 比如说 假说 一千块钱 一吨买的钢材 现在市面上 已经涨到了 是吧 五千块钱一吨 也就是说 当市面上的钢材 五千块钱一吨的时候 有的客户 给我下订单 你给我造船 我报价时是按照五千块钱一吨什么 来报价 来接地订单 但是我造船业的惯例 我是先囤积钢材 我是在什么 一千块钱一吨是囤积钢材 光靠原材料差价 这一吨就能挣四千块钱 所以说 有的造船厂 光靠这个钢材的市场的正向的差价 就能挣到什么 盆盈钢满 一个很丰厚的利润 再加上造船本身正常利润 所以说 先购原材料 再借订单 再去生产 就是订单生产时生产 我们回头来再看教材的例子 餐馆雇佣兼职员工 这兼职员工 就像提前购买的钢材 钢板业 等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人手不够了 我让兼职员工 来作为什么 补充的劳动力 那全职员工三班老 加班呢 自不必说 也就是说 这个兼职员工 相当于什么 我提前储备的钢材钢板 等我举办大型活动 接着个大伙了 对不对 我再让这些个兼职员工 来补充劳动力 去上 去什么 去招待 去服务什么 这样的大型活动 这是教材举的例子 它背后的逻辑关系 那订单生产式生产 我们怎么记忆呢 道理是一样的 还是锚定订单 订单 在订单生产式生产 环境当中 它居于第二位 对吧 先是够材料 我再接订单 再去生产 它流程当中排在第二位 但是它在名称当中 是居于第一位 都称之为订单生产式生产 你要按照这个规律来计 那第三种平衡产能 与需求 这样一个方法呢 称之为库存生产式生产 这种平衡产能 需求方法呢 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呢 我先购原材料 我去生产 然后我就再接订单 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圣诞节前 中国的义务 各个小商品的生产企业 开足马力 买原材料 生产什么 圣诞节过节的各种玩具 然后呢 这是六七月份 五六月份就忙活了 十一月份 美国的沃尔马超市 相优下订单 然后呢 咱接订单就发货 这是呢 库存生产式生产 应该说第三种方法呢 顾名思义 库存生产式生产 也就是说 我先购材料 然后去生产 生产出产生品来说呢 存着 得着 等接订单 我直接发货 所以说第三种方法 不难理解和记忆 就库存生产式生产 那么讲完这个内容之后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呢 全部的理论物需内容的 就都给大家讲解吧 从总体来看 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了四个大问题 其中第一个大问题 其中第一个大问题 第四个大问题 是去年教材既有的内容 第二个 第三个大问题 是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因此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知识点相关的历史上 曾经考过的客观真题 主要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 第一部分内容 和第四部分内容的相关的知识内容 因为呢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内容呢 是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它没有历史上 考过的客观真题 来给大家进行相同的讲解 是新增内容 但是呢 这两部分新增内容 按照我们前面一上来 给大家介绍的考询分析内容 在今年肯定会体现出 相应的考察要求来 而且会以客观提醒为主 我们首先呢 看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新兴公司是某是一家 向公众开放的 花卉种植和销售企业 平时采用自动化设备培植 出售当地居民喜爱的 蓝花、绿螺等花卉 每逢节日前夕 便向市场推出 富有节庆意义的花卉 同时呢 接受并满足顾客 观看公司业务流程后 所提出的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该公司的生产因战略 所涉及的主要因素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这道题目 我们要求的是 442的答题方法 首先啊 新兴公司是某是一家 向公众什么 开放的花卉种植和销售企业 对吧 开放 你们都可以来我这呢 来看怎么种植的 然后呢 顺便来买我销售的花卉 这就埋下伏笔了 但是出题人比较厚的 他光这一点还怕你啊 理解不到 后面还跟了一句 同时接受并满足顾客 观看业务流程后 所提出的个性化定调 这句话是一键双雕 就是满足顾客 观看公司业务流程后 观看公司业务流程 又是公共开放 所以说这对应的是可见性 然后我们再看说话均一 442嘛 关键词核心字 字两个人心意词 诸子马就要找线索 平时采用自动化设备 培植出售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 生产运用战略销售素时 再给大家讲批量时 说了资本密集型 就是流水化生产线 就是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这不原化吗 所以说自动化设备 资本密集型 它强调的是批量 我不是拿人工养 我是拿自动化设备配置 是批量 所以说对应的是批量 出售的当地居民的喜爱的 蓝花绿螺等花卉 每逢节日前夕 便向市场推出 富有节庆意义的花卉 同时接受并满足顾客观看 公司业务流程后 所提出的个性化定制要求 个性化定制要求 也就是平常 那种 流水线大生产 生产的什么 都是这种什么 标准化的花卉产品 都是兰花呀 绿螺等等 都是标准化 到了节假日 按照顾客的需求 推出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这其实是强调的什么 提供产品的种类 种类多呀 个性化需求 你有这个个性化需求 它有个性化需求 是种类 所以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是种类 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 这道题为什么出的很好呢 它有难度 它都内嵌在其中 平时 是这些花卉 到了节日的前夕 便向市场推出 富有节庆意义的花卉 我们在给大家讲 生产运营战略 四要素时 这个需求变动 人家教材怎么讲 有些个行业的企业 它的需求是根据季节 来变动 甚至一天的不同时段来变动 这是教材的讲述 那么具体到不同的企业 引发它需求变动的 这个自变量 是不同的 这样的新型公司 是一个花卉企业 那引起它需求 这种变动的 这个变量 其实就是什么 节假日 所以说 平时怎么样 看着 关键词和音词 平时怎么样 每逢节日怎么样 这不就是教材当中 所说的 随着季节 随着时段 随着某个变量 来引发了 它需求的变动 所以这一块 对应的是什么 需求变动 所以说 该公司的生产营养战略 所涉及的主要因素 有什么 ABCD 所以说 ABCD 为什么是正确答案 按照郑小波老实话说 你必须得知道 炎打哪闲 醋打哪算 得能说出个 自瞅云某一二三来 对不对 批量 自动化设备 可见性 不过参观流程 种类 个性化丁止 为什么是需求变动 人家内嵌在其中 关键词和一字 平时 节日 这不是教材表述的 抽象表述给你 案例化 清洁化 所以说 这道题正确答案 选的是ABCD 我们接下来 看2019年的一道单选题 应该说 这道题目出的 比较有水平 制达公司 是一家计算机制造体 为了减少库存 公司对生产过程 实施订单管理 生产部门 依据销售部门 提供的客户订购的 产品数量 安排当期生产 这大公司的生产运营战略 所涉及的主要因素是 生产运营战略 4要素 正好是ABCD 4的选项 为什么说 这道题出的 比较有水平呢 我们来看一下 442的答题方法 关键词 核心字 助理行间许义词 为了减少库存 对生产过程 实施什么 订单管理 就是说 你买多少 有多少需求 我就去什么 production 生产多少 大家想 这表述的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这其实表述的 就是产能计划的 这个概念 就是说 要使产能水平 与需求的水平相匹配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 这个知识点 第四个答题 第四部内容的时候 一上来 先要介绍和产能计划相关的这些基本概念 因为你后面讲三种类型的产能计划 你讲三种平衡产能与需求方法 根本用不到这些基本概念 为什么要讲 你讲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就能够明白 我其实是根据需求来安排生产 有多少需求 我就生产多少 所以说是强调的什么 需求的变动 对吧 根据订购的产品数量 你多订购 有多生产 少订购 就是少生产 需求变动 但是这个需求变动 是内嵌在嵌套在产能计划上 所以说这道单选 你别看单选 你要想判断对了 还会让有些学员比较纠结一阵 比如说在批量 跟需求变动当中 来纠结 但是你有了产能计划 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你会选择C 所以说这道题出的非常有水 非常好 我们接下来呢 看2016年的一道单选题 甲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环保企业 其自主研发的智能呼吸窗 刚易推向市场 即受到消费者欢迎 产品供募应求 企业一直处于满复合生产状态 为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要求 关键词 也就是说 你生产出来 救人满 然后需求比你产能大 然后呢 你就增加产能 一般倒 两般倒 三般倒 一直处于满复合生产状态 也就是说 生产的产能到了极致了 到头了 但是什么 这个需求是吗 不是暂时的 还是什么 在持续增加 那怎么办 不是短暂的 烧动机制 就说什么 长时间存续的 持续增加 那么此时的呢 你才去 增加产能 增加一条生产流水线 因此 甲公司所实施的产能计划 是什么呀 三种产能计划 没有维持 先排除掉 442的答题方法 这个2排除法 先把C排除掉 那剩下的 这个典型特征 描述的是 哪种产能激发类型呢 就是滞后测 就是需求倒逼产能的增长 所以说 增加了 我救火 再增加还救火 实在救火不了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个需求还在上升 而且这上升是持续增长 不是临时的 那你就增加流水线 增加产能 所以说 这条题正确大选择的是A 我们接下来再看 2016年的一道单选题 瑞祥公司是一家 啤酒制造和销售企业 公贸一体 2016年初 公司管理层 预计今年夏天温度较高 加上今年属于奥运会年 啤酒的销售将比去年有小大增长 因此瑞祥公司决定 加大公司上半年的产量 以应对未来需求的增长 因为上半年是 是吧 冬季加上一部分 春季 增加上半年产量 下半年 七八九月份 是夏天温度比较高的 而且奥运会是八月份开 所以说 瑞祥公司决定是 加大上半年产量 来满足未来需求的增长 一个是 是吧 今年是一个 酷暑 今年的夏天 是吧 温度较高 比往常都热 而且今年还是奥运年 七八月份 所以说 我上半年是吧 加大产量 先生产出来 存着 得着 等到了夏天 今天天辈热 喝啤酒人辈多 再加上奥运年 看着蔬菜喝啤酒 所以说 它是先生产出来 得着 等接着订单有需求 再卖 先生产出来 得着 购买原材料 生产 有订单需求 再买 所以说 这是典型的什么 库存生产式生产 所以说 这要提 正确的 选择的是 A 三种平衡产能 与虚数的方法 没有准时 生产式生产 所以先把它排除掉 剩下三种 它典型特征 属于库存 生产式生产 所以说 这要提 正确的 选择的是 A 我们呢 接下来呢 看这个知识点子 最后一道题 甲公司是一家国际船舶制造体 甲公司在与其客户签订传播制造合同后 才向各主要部件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 甲公司采用的平衡产能 与虚数的方法是什么 虽然啊 刚才我给大家举的是造船业的惯例 先买原材料 再接订单 再生产 这是惯例 给大家是为了来讲解啊 订单生产是生产啊 这样的一个平衡产能方法是呢 来给大家呢 啊 讲解的 就是说 我先购原材料 接订单再生产 虽然我只举传播例子 但是具体这道问题 要按照题目描述的情节来答题 也就是说 我们在答题时是结合提干的信息 提干当中说 煤球白的就是白的 采用方就是方 人家提干怎么说呢 同样是造船的企业 他得是吧 先跟客户是吧 签订 传播制造合同 也就是说嘛 先得是订单 然后 向各主要部件供应商 发出采购订单什么 采购什么 原材料 都完事了 最后才是生产 这是提干描述的流程 提干描述的流程 订单放在 第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命名 订单就是 居于这命名的第二个位 就是什么 B选项 三种平衡产能力需求的方法 没有滞后策略式生产 先把它排除 这三种 流程当中 订单排第一个环节 命名当中就排第二个 所以说 这是客观提醒 你其实不用记 不用背名字 你把流程 明确了 在选项当中 找名字 那么订单 排在第二个的 就是跟流程当中 订单排第一环节的 相匹配 所以说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来确定为 B选项 资源 订单式生产 讲完照题之后呢 这个知识点的 箱子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了 大家在今年复习备考试 对于这个知识点 今年新增的两部分内容 要额外予以关注 多下些功夫 在理解的基础上 将相关的内容 要有一个很好的机翼 以满足今年考试 对于新增知识点的 可能的考察要求 大概率的提醒 是客观提醒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